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派谁出战还没有定案 先前传出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已经邀请了蓝银本土派 与之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来见面商谈2024 更商约在今天要到新北市土城顺盛公来参拜关公 但由于郭台铭目前人还在美国只有王金平独自现身 但是呢他否认有跟郭董见面谈总统大选 而郭董的好朋友顺盛公的主委也透露说 郭董这一次到美国是跟美方企业界还有政治领袖 讨论后疫情时代台湾经济的发展 回国之后会再跟外界说明 赶在农历年结束前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赴约 来到新北土城著名关公庙顺盛公参拜祈福 但一旁站着的却不是外传会一起来拜关公的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因为先前有消息指出 这对关公兄弟可能再合体 郭台铭还找上老朋友王金平 以走春名义带他向党内大佬拜会请议 这是错误的讯息 就历年前花红包的时候 要所有通过电话 但是都没有谈起任何选举的事情 临时约见企业界的这些伙伴 讨论对于后疫情时代台湾经济的发展 两人的好友前立委卢嘉诚说 三月前两人有机会在关公面前相见 因为访美形成关系 国王没碰面 倒是两年前 郭董力推选立委的李静颖 和父亲李嘉靖出席 和王金平同台 借着新年这个机会 像卢委员还有王院长拜托 蓝一2024初选提名机制还没敲定 预计三月南投立委补选后才会讨论 外传起心动念的郭董 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相约二月中会面 有一组非绿阵营争取出现 只要获得提名 那支持是一定的 朱主席相同论述团结拼补选 但党内想做教或准备抬教 台面下早就伺机而动 江沛冯浩宇台报导